大家好,我是卡姐 進入了九月份,天氣都一樣很漂亮 卡姐今天駕車來這個小鎮 在碼頭小鎮玩和吃東西 待會跟大家分享看一種海洋生物 那些不是去什麼水族館看的 純粹在海邊就看到的 進入了九月份,現在差不多有九月中了 很快去,慢慢慢慢這邊西海岸的天氣 就會是七點多八點鐘,天氣就會暗下來 在深馬的時候,九點多鐘才天黑 這樣天氣就開始在轉 遲些就會有雨季 所以趁著現在好的天氣就出來玩一下 聽說今年都會很冷,預測 冷都可以出來玩 到時卡姐也會上山滑雪 好了,在這條片裏又跟大家繼續說熱點人物 又聽到真是很深呼 那個河漆漆就說那間公屋 就算他不在這裏住 都不會收他的 看看是否真是實牙實恥 講到真實的 是否真是沒有他的符 事實上現在他沒有一天在那個地方住的 他還要說遲些 又說去北京上海玩 這樣 這樣就保住這間屋 我覺得不是白不白黑的問題 而是他們現在生活得這麼富貴 我相信有很多人 就算是有精神抑鬱的人 他都可以住在私家樓的 既然你有這麼充足的生活成本 是不是真的要交回房子出來呢 但是我們講一萬次都沒有用的 現在就是我們眼光光看著他 好胡作非為 天天出去逛街看戲吃飯 人又不需要拿回房子出來 看看吧 看看遲些又會怎樣 每次在轉播那裡看到 何痴痴非常理直氣壯 非常囂張地去談論他的房子的時候 我真是有一點覺得很累了 真是我們可以還做了些什麼呢 好像什麼都做不到 我相信他們這樣開了個例子 遲些很多人就有樣學樣 也都會以他們這個case說 都可以網開他們一面 這件事其實是一個好不好的線例來的 不過我們始終都是平民百姓 可以說些什麼 你看我每天都很清閒地住在酒店 有這麼多的生活成本 其實應該去住私家樓吧 我覺得不是可以拿白卡這件事 就是免死金牌的 如果個個都是這樣 其實呢 精神抑鬱的東西呢 就有不同程度的精神抑鬱的 但是看到何痴痴她現在的精神狀態呢 她沒有什麼問題的 不是因為她曾經可能自己說有精神抑鬱 她吃過精神科的藥 現在就躺平 不上班 大家數一數吧 她已經差不多 差不多一年了 她沒有做工的 她一直都是有錢 開飯吃飯的 那就沒有辦法了 也是那句 很無奈很無語 好了 今天呢 我就是 在喝咖啡的時候 看到Walter先生有一個視頻說 秋水王呢 就通過網上去報案 報警 那我其實昨天也出了一條片 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一個真實的事情來的 報了警 他們都是下了口供就算了 如果你是真正要去告人 我相信是真的要聘請律師的 那今天 Walter先生呢 就在她那個直播那裏 就鋪了關於 秋水王去報警的所謂一些文件 那她就有很多的疑問 就指出 說報案的號碼不同 年份不同 月份 日都不同 有一張報案紀 你呢 還要寫是2023年的 那就是怎樣呢 是不是隨便拿一張紙出來 就可以嚇一下其他人 那我報了警的了 那是不是 聽說呢 我就沒有看完那些 那些直播了 那也都有一些朋友 她就看了 她說秋水王 她說她身體不好的 她不激得的 那些人不要太過份 那樣 我說不是喔 你看一下秋水王 在那裏講人家的故事 在那裏來踩人家的時候 圖文並茂不但止啊 七情上面 講到青根得起了 如果她知道自己身體不好的 不可以這麼激動的 我不知道她有什麼病 現在她講什麼都沒有用的了 你看一下她 她講人家那些東西的時候 那個表情啊 那個聲音啊 真是 可能給其他人真是有病的那些 爆了血管狗勢啦 她還坐著在那裏來 不斷講 一天講到黑 不要相信她這些東西啊 你扮可憐啊 看來她現在已經是沒有了張法的了 來補獲啦 來打圓牆啦 也都是好像狗急跳牆出來 要去表現她自己現在幾大的決心 和何痴痴劃清界線啊 要告她啦 但是這些又怎樣啊 竟然拿張 竟然拿張 2023年9月的報案子出來 鋪上網 她不是啊 她說到她自己很精明的啊 她不是說說得老千多 又好像老千那樣啊 老下滑啊 不是啊 這些現在就被人呢 就鋪了出來的了 我不知道她還有些什麼 自圓其說啦 所以一個人呢 真是沒有太囂張 囂張得太厲害啊 真是有時候看見她那些 每一集那樣 明明是個標題講一件事啦 她不是常常去講啊 何痴痴啦 但是呢 去了一半的 視頻的時間呢 都在這裡來吹噓她自己的啊 你說說一次半次 算啦 是不是啊 那些人就想看一下她 對啊 何痴痴每一次那些這樣的事件 有些什麼評論的啊 但是不是說那麼多人想聽你 在這裡來 天天都在這裡吹捧自己的啊 她越來越離譜啊 每一個視頻呢 她都講足一半時間 講她怎麼厲害 與眾不同 跟著就暗示明示 去踩那幫年輕人 真是她的心術不正啊 你好鬥不鬥 你去鬥那幫年輕人 我真的想不明白她的啊 所以現在她就算是受到千夫所指 其實她現在的景地呢 跟何痴痴一樣的 有時想起她之前 她說過那些自吹自擂的東西呢 就跟何痴痴一個版本 何痴痴是的 每一個視頻都說她怎麼厲害 怎麼漂亮 由皮膚到頭髮 又說她那個智商 我不知道啊 她就說她沒有什麼機會讀書 那麼她80年出生的 中國的陽光沒有書讀啊 那我就不知道啊 但是現在她說了通了天 就說她在80年出生 那麼她讀書的時候 應該是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啊 她沒有書讀啊 那即是怎樣啊 那麼我真的不知道啊 還有呢 就真是很骯髒啊 這個女人 還要說不洗澡就睡覺啊 不洗澡才睡得著啊 洗澡就睡不著啊 你說多骯髒啊 一個女性 是不是 哇 你真是不洗澡的話 真是都不想說太細緻了 是不是 真是很骯髒啊 這個女人 那麼這個女人呢 就在大山那裡出來而已 你啊 秋水王 衰衰都在香港那裡生活過 但是呢 她兩個人的性格慢慢想起呢 就很相近的 非常之相近的 還有現在做出一些 拿那些假的報案子出來呢 就更加之一擔擔啊 兩個不分彼此啊 你不要在那裡唱她多少集啊 不要說做三百多集啊 三千多集 你說說何痴痴都沒用啊 你現在想說報警和她劃清界線啊 你對著何痴痴這份人 我不知道她會怎樣 有什麼張法對何痴痴啊 現在何痴痴好像都沒有什麼人管得到她啊 你去告她還要在海外來告她 還要在海外來告她 告不告得何痴痴入啊 現在何痴痴已經是碰遲了所有的底線的了 有一個從中國移民來的朋友她說 奇姐姐你真是見識少了 你知不知啊 中國有個林彪啊 她說當時說林彪是漢奸叛徒的時候啊 很多人都直情什麼事啊 前一天才說她是接班人來的啊 一夜之間她死在溫都爾汗之後 原來她是漢奸啊 漢奸爬到上去第二個位置那裡啊 你說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都已經是處變北京的了 都發現了很多這些事情 現在都不用懷疑人生啊 其實呢 真是在你身邊辦好人那些呢 有時候都要想一想看一看都不要太熱情啊 真是可以是 令到你 跌碎眼鏡一地啊 跌碎一地眼鏡啊 應該這樣說 真是 好啦 那現在呢 我就跟大家來看一看了 我應該是可以拍得到啊 我就有時候過來看她呢 應該是一家人來的 是一些海獅啊 那其實海獅的身形都很可愛的啊 肥嘟嘟嘟的啊 我現在呢 就上去一個地方 看看可不可以拍到一些比較好的位置啊 我相信 何牽牽呢 有詞無孔的了 現在你還要被人家畫了出來 是些假的報案子 我相信何牽牽呢 又來玩他一攏的了 又拿去做話題的了 你畫清界線都沒用啊 你兩個之前都不知道做過一些什麼問題啊 何痴痴在她的留言说到 那个所谓的刘太和她的女儿是什么回事 不知道 说到这里大家又看看 我们看到这些是海丝来的 不是河马 我们在北美洲西岸这里 真是看不到河马 看看海丝 看到她肥嘟嘟都挺可爱的 这些海丝在这边的西海岸非常之多 我们这里就是最北的西海岸 就是Vancouver 一路打落就去了三藩市 那边都很多这些海丝的海域 甚至我在美国居住的那个州 俄罗纳州就有一个景点 就是一个叫做海丝洞 那你就可以坐那些电梯 就落到那个大海的岩石底那里 就看到那里真是成千上万只海丝 在那里棲息、繁殖、觅食 哇 真是很壮观的 如果大家去俄罗纳州 你就去探听一下有一个这样的景点 这些海丝呢 它真是不怕人的 试过有一次在列治文 就有个小妹仔 坐在那个愚人码头那些 木棧桥那些边边那里来吃雪糕 那吃吃下就不知道 后面有一只海丝游过来 就把这个小妹仔拖了下水 那个小妹仔的外公呢 即刻就跳下水 去救回自己的孙女上来 所以这些海丝呢 不知道是想和你玩 还是是 它真是不怕人 总之就 这些都是有时都有少少危险的 看到它好像肥头得意 但是呢 就它要吃鱼呢 都非常之灵活的 好了 说回我们刚刚的话题 现在看起来 秋水王和何痴痴呢 就两个好像在扯着猫尾 刚刚说那个刘太呢 是谁的刘太呢 是不是秋水王的老婆呢 还有她的女儿 做他们那些群组的管理员 又说给十万元喝茶钱她 即是开了这么大的盘口 谁来呢 其实都挺怀疑 是秋水王的一些动作来的 因为靠何痴痴秋水王才做长有 是不是 如果她说给十万元喝茶钱 那就扭她做多些 古怪的动作出来 一些撤毁言论 她又有得说 而且你说打个比方 不知道是不是 那个刘太 如果是秋水王的老婆 这样帮她管理群组 和她的女儿 原来真是她们关门一家亲 原来她们才在这儿愚弄大众 合起来 你说这一宗简直是案中案 你说现在 说给我们听 秋水王不是和她一伙的 不是二五仔的 好像都挺难 说得服我们 是不是 你现在秋水王和何痴痴切割 但是何痴痴好像 不是这样做 现在何痴痴好像在这里 玩着 好像主导权在何痴痴上 不知道还有什么爆出来 现在说那十万元 叫她收回 省回 去医院看医生 这样 究竟这个刘太是指哪一个呢 其实这一出戏还可以演的 他们继续去博流量 其实很多YouTuber都在关注着 这些也是流量 你不怪别人去 说这一件事 说这一件事就是有流量的 看下他们继续说什么 总之这个秋水王 就不会再相信她 她现在如何挽回她的形象 如何继续去踩何痴痴 其实都是做戏的 原来最大的编剧导演 就是她 她在这里主导这一场戏 继续演下去 所以现在她想 将这个主导 她当时照她的编排 就是她做主导的 是不是 当然要灭了你其他人的台 她才可以做一哥 因为她背后 她承诺给十万元出来的 是不是 真是可怕了 这种人 说到这里 我看到有一位网友留言 他就说 他五十年前去过QE Park 他就很想我去拍一拍 好的 我会花时间去拍一拍 我相信都差不多 没什么变的 QE Park 几十年看到她都是差不多 我会拍的 太好了 非常好 还松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